黃色小火車亮起頭燈慢慢往前開 不過怎麼開到圓盤上就突然停了下來 列車長也下了車 車長拉開地上固定栓 將車頭轉了個半圈 後方正然還沒有連接的車廂 這是宜蘭太平山知名的蹦蹦車 因為腹地狹窄 軌道只有一條 必須靠這樣的方式讓車頭轉向 感覺很可愛 很像玩具在轉 蹦蹦車最大的特色 就是行駛時會發出蹦蹦聲響 車廂也是開放式空間 能一覽沿線美景 從太平山車站發車20分鐘 先抵達終點茂新車站 遊客下的車 車長在開著車頭 獨自往前300公尺 停在轉車盤轉向再掉頭 早期3D運財軌道轉型而成的 在1991年重新把它轉型 開放遊客來乘坐 許多人搭過 但直到最近原方公開轉向影片 才揭開神秘面紗 而另一頭花蓮 同樣也有超細菁的小火車 黃色L型車頭加上綠色車身 是林田山文化園區的鎮園之寶機關車 擬稱加藤君已經83歲了 那他也就是推銷他的服役工作 那我們就把它放置在現場 來提供遊客來觀賞 過去長達15年的時間 提供林場員工眷屬往來萬榮火車站 與林田山林場 直到民國73年才停駛 經過長期風吹日曬車頭逐漸腐鏽 車廂木板嚴重毀損也有白蚁侵蝕 今年10月送休保養 直到這個月20號才再度返回園區 小時候父母心 專程帶我們去做的 機關車不同一般汽油動力車 動力來源是以木炭製造瓦斯 所以過去駕駛都得半夜起床燒炭生火 雖然現在不再行駛 卻成為園區裡頭最吸睛的歷史資產 TVBS新聞簡大成高志宏 李佳彥宜蘭花蓮參加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